第1章第3节 特别讲到 烈焰解书上预言的 和哪些听见又遵守其中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尽了 我特别讲到 这是一个Double Blessing 只要是圣经神的话 我们就能说 我们的念遵守都是有福 得着今生来世 各样孰不值孰灵的祝福 但是在节里 第1章第3节 我提到是一个双重的祝福 因为日期尽 我们因着读启示录 更能够被警醒 能够预备迎见主的再来 得着那个什么 背景的祝福 所以 第1章第3节 是一个Double Blessing 双重的祝福 然后 同样的 这个祝福 在22章第7节 就是在最后一章 一前一尾 又重复了 我们来读 22章第7节 看啊 我必快来 凡真宗者书上的预言 有福了 看到吗 第1章是讲说 日期尽了 22章说 我必快来 遵守这 书上预言的 有福了 背景的福分 所以 在这个祈福当中 基本第1章第3节 跟22章第7节 是内等的 然后 到了14章13节 又提到这个有福的应许 我们一段来读 我听见 从天上有圣经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 而死的人 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所以在这里 特别是应许 在主里面 甚至是为主而寻到的人 他们死了 又福了 他们的 做工的果效 随着他们 他们要得到做工的赏识 按照 在罗格林多全书第6章 神要按照个人的工作 来报应个人 所以 又提到这个 忠心 寻到 位置做工 的福气 到了16章15节 一同来 看啊 我来像姐一样 他警醒 看守衣服 免得痴声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 有福了 那些 看守衣服 有洁净 光明洁白 喜马懿的人 就是所行义的人 他们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 要背景 做基督的信服 看守衣服 到了19章第9节 一同来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寝负 羔羊之也行的 有福了 这个就很明显了 这个福分是什么 成为谁啊 羔羊的心腹 的福分 不但享受被提的福分 而且在空中 进入羔羊的婚宴 有福了 二十章第六节 二十章第六节 在头一次福和有福了 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 在他们身上 没有准备 他们必做神 和基督的祭司 必要离基督 一同做王 一千年 即使讲到千禧年 一开始 这个 在 灾中 寻到的人 他们享受 这个头一次的福和 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 在他们身上 没有权柄 你会觉得奇怪 每个信主的人 第二次的死 在他身上 都没有权柄 为什么在这里 特别把这个放进去 其实是要 证明 这些能够享受 福和 恩典 在头一次的福和 里面的人 表示他们是 真正正正 得救的解脱 得胜的解脱 你千万不要以为 受洗的 厥知的 他们一定会享受 主再来 在空中他们背体复活 那是假基督徒 但是真正能够享受 头一次复活的 就证明他们是圣洁的 他们是真正属于神的 看到吗 而且他们 必要做祭司跟做王 证明他们是真正有生命 有得胜 享受 头一次的福 然后到了二十二章十四节 一同来 哪些洗尽自己衣服的 有福了 可得全力 能到生命处哪里 又提到那些得胜的 成圣的 洁净的 穿上光明洁白 喜马懿的 有这个得胜 忠心仆人的身份的人 他们要享受 这个圣灵书 圣灵书在哪里啊 在新耶路撒冷 能够进入新耶路撒冷 享受耶稣基督 永远要生命树的同在 所以你发现 这七个福 基本上 都是官服到 被提 进入新耶路撒冷 得胜者的福气 做心腹的福气 不是普通的福气 你们 不是单单只是在地上 能够居上不居下 能够凡事顺利 即是地上的祝福 更是能够进入神荣耀国度 信耶路撒冷 得幸福的福分 得敬耶路撒冷 的福分 好 在二十二章七节 那里还有一个有何 就是反正遵守这 第三章的有何 呃 我们读过了在前面 二十二章第七节 这两个是相对的 记得吗 第一章第三节 跟二十二章第七节 这个前后相对 讲到同一件事的差不多 所以我把它贴到前面去 七个福的允许 所以假如你们讲到 单单讲这个七福就够了 八福是在耶稣登山保序里面讲的 我们就 四福音里面都学过了 我们都不讲 那个不属于几十路 但是你发现耶稣所讲的八福 八福是基本上 得救的事情 虚心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是指到得救 得天国 不是跟节里所讲的欺负 得国度 得圣灵树 得信耶路撒冷 得作信父 是两件事情 登山八福是讲得圣灵 结底是讲得圣灵得更丰盛 要洁净自己 重圣 得信父 得信仰的神 是另外一个层面 懂吗 更高的一个层面 所以基督一定要从登山八福里面 跳出来 进入 启示路的七府 是一个更荣耀的盼望 更追求 不只单单只是 做一个虚心的人 看到自己道德的破产 不再依靠自己的道德 依靠耶稣 要后得救 不只单单只是 不只关乎到得救的事情 所以 假如章海在你的 讲道当中 教道当中 一定要低跟姊妹看到 一个重要的区别 得救 进天国 跟得国度 得作信父 得贝提 得信耶路撒冷 得宝座 是什么 白白的乘以得救 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 但是你要得国度 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 做信父 得信耶路撒冷 你要付一切的代价 就是耶稣在马里奥律十三家所说的 寻到那个贵重的柱子 变卖一切 变卖一切 得那块地 得那个柱子 这个是讲到做门徒 得国度的代价 得救 你不需要变卖一切 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 这也是神的古人 在德国寻到的潘佛话 所讲的 你做信徒 得救 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 因为耶稣在十一家上 为你付了一切的代价 Jesus paid it all 为了你付了一切赎罪的代价 但是他讲到说要做门徒呢 要付一切的代价 如同路教福音十四章所说的 你要爱主 胜过父母妻子儿女 甚至自得性命 要不要付代价 要 你要背起十一家跟随主 要不要付代价 你今天在这座神学生 就是在背十一家跟随主 哇 又要赶作业了 又要读子弟 参考书了 又要上课 哇 又要过那么简单的生活 在中国不是很舒服吗 知道吗 为什么要在这里那么痛苦 上课不要吃东西 下课再吃 所以要付代价 不能随便吃东西 肚子饿了也不能吃 上课就是要上课 对不对 所以要付代价跟随主 要付一切的代价 懂吗 在中国不是好好的跟妹在一起 对不对 为什么要分开 要付代价 清楚是神要你走的道路 这个得胜的道路 要付代价的 到最后甚至要撇下一些跟随主 所以 在我们将来的教导 误会当中 一定要看 要弟兄姊妹看到 诚意跟诚意是什么 两个不同的事情 要从诚意 追求诚意 要从得救 追求什么 得胜 懂吗 从得生命到努力追求 得胜利更丰盛 从登山八福 要进入启示录的七福 这样 你的信徒才会有一个动力 努力去追求 就像耶稣所说的 要努力进天国 这个努力不是指到你得救要努力 你们指到你要得国度 你走向到天路 你要努力的 要付代价的 你不是坐在安乐椅里面 挡着背体的 没有这种事情的 背体是要警醒努力的 忠心做功的 做那个忠心的仆人 聪明的同侣 当你们满了油 被圣灵充满 为主发光 没有一个信徒 可以单单信耶稣 就是挡着背体的 也是过去错误 对教会的教导 才教会被提的 所以大家想 我信任耶稣 我为什么要追求 我他那世界也是一样被提 一样得救 我为什么那么苦呢 苦哈哈的要背十字架呢 也是过去对教会错误的教导 所以要弟兄姊妹 没有动力 没有动机 要去努力进展 没有努力走得到天路 没有努力的去进天国 那更可惜有些传统就解错了 你不努力 没有圣洁的生活做不能得救进天国 这个又解错了 不是用你的努力道德进天国 这个又变成是一个宗教了 懂吗 不是因信称义的 懂吗 所以我们解圣经要非常小心 要了解整个大图画 你单单断章取义 很容易做结错了 要努力进天国 要靠你的努力才能够得救 很多传统团词这样讲的很危险的 要害人 要害人 所以说下子领下子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 在结底 读圣经 学神学的机会 因为一个字 你听漏了 听错了 你这样也会害人 为什么耶稣说 审判主神的家中开始 耶稣就说 你有没有忠心有见识都不能 你讲的都已经说讲错了 你没有真的有知识啊 你有热心不是按着真知识 今天一病赶鬼 但是他病得医治之后 你要他根本成为一个 看来世界的人 只是求自己的好处医治 变成一个不能不认的基督徒 将来他撇在外面 不能背体 哀哭切齿 他要找理算账 是王牧师给我这样讲的 说信耶稣反正都一样得救了 都一样被提了 阿牧师有祸 有祸了 为什么主耶稣责备 当时这些华利塞人 你们自以为你们是宗教的拉比 瞎子你瞎子 都一同掉了地去 所以 为什么我们做一个 人灵魂的医生 你要记住一个传道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法 你是个灵魂的医生 你想想一个肉体的医生 假如他断错症 开错药 不是害死人吗 所以你就知道 一个医生的训练是多严谨 在美国要七年的时间了 所有的学科都不像医学药就那么严格 因为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 你断错症 开错药 是害死人的 所以美国的所有的学科 读医生是最痛苦的 读医科 大学之后 医学读了大学 还要继续读 还要实习 还要考试 很严格的 最少七年 同样你要想想 你是个灵魂的医生 我们学三年 其实是最低要求 真的希望这三年是学到所谓的真功夫 有一次我去北京 有真功夫 哇好吃 学到真功夫 懂吗 不要是学到假功夫 只是一些表面的东西 把作业随便抄一抄 应付一下 书随便读一读 都其实没读进去 随便放一放一放 都告诉院长我读了 我告诉你 你让你自己吃亏 真的下子零下子 现在学的就是好好认真的学 学到不清楚有问题的 好好去了解去问 不要按照原来所想的解讨 上来毕业了 根本真的是害己害人 今天欧米的教会 为什么怎么做下部 学了家的神学 心派的神学 成功的神学 意识的神学 家庭的神学 不讲十字架 不讲做门徒 不讲得胜 不讲诚 不讲诚意 只讲今生的祝福 不讲来世的祝福 所以整个欧米的教会 成为一个物质性的教会 是一个宗教的教会 跟解释远去拜 求神拜佛 求神得福 没有分别 我们今天基督教 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 跟佛教 比佛教还要差 真的比佛教还要差 佛教徒还 牵着去练经 我上个礼拜 不经意的打开了 那个电视 看到 他们一个老先生和尚在那边 讲经 哎呦我吓一跳 他在劝着一些佛教徒 他说 你们一天啊 不要只是练经练经 要听经读经啊 最少一天要 读经听经两个小时啊 两个小时听经读经 两个小时练经 我心里想 我们基督也应该这样 练经 这个 你这就是祷告的吗 你要练经就是祷告 但是你要读经啊 跟听啊 听到啊 两个小时 否则他说 你没办法做佛教徒 连这些异教 他们的要求都那么严格 练经 连他们的那些经 要练 要发两个小时要练经 我们有没有两个小时祷告呢 我们有没有两个小时好好的去 读经跟听经呢 圣经呢 没有啊 这些异教徒 太厉害了 所有 那都是我们基督 连接这些异教徒 佛教徒都不如 真的 我上个礼拜不是跟你们讲吗 慈基最近在电视 有一句很有名的标语 每天 你看KTSF 现在你们可以用你们手机的APP 下载KTSF 就会看到 这个 十点钟的国语新闻 所以 七点钟的广东话新闻 你们看不懂了 他们 这个KTSF呢 我现在没有Cable Channel的 我都是用APP下载 KTSF 你们下载这个APP 有时候看看新闻 里面最好就是有个安语之声 安语之声 其实节目都很好看 KTSF 下载这个APP 你在手机就可以随时看他现场直播的节目 晚上十点国语新闻 那我上里面就看他们直播 台湾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从十点钟看到十一点四十五分 好累啊 但是发现这三个候选人啊 真的是有辩才啊 好会辩论啊 韩国瑜 宋楚瑜 蔡英文 三个女孩 这个女孩好厉害 蔡英文是女孩嘛 很厉害啊 但是这个宋楚瑜的江越老 江越老越辣 他也是厉害的 然后这个韩国瑜更是有辩才啊 头光光的 但是讲起话来啊 真的是为非事物啊 然后很具体啊 很会去供这个蔡英文啊 太精彩了 所以假如你们没有这个 就是二十六吗 对了对了就是二十六 但是我的意思介绍你们可以看这个 进去之后你看到他们 已经有广播的节目 里面那个安语之声啊 很好看 基督徒做的 里面很多都是普通话的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link 可以送给一些木道友 因为它基本上 你在youtube里面 也可以找到这个安语之声啊 但是他透过这个电视台呢 每天在广播 在不同的时段啊 可能一个礼拜一两次 不是每天啊 因为佛教是每天在这个KTSF的 中午一点都在广播他们佛教的节目 最少我们还有个安语之声 还有个优势的 很可惜优势打不进KTSF 以前劉东牧师是每个礼拜五的晚上 用最精致的三分钟 买个三分钟 花好多钱啊 劉东牧师跟我说 所以为什么到后来才想要自己搞个优势 打不进电视台 但是其实现在看的人 大部分 一般的弯曲的老百姓 还是看电视台 KTSF 很少 除非是基督徒在看优势 因为非基督徒根本不懂什么叫优势 所以 就是顺便啊 可以 我们能够知道天下事 我也可以看看 十点钟的国语新闻 下载就可以了 所以刚才提到一个总结是什么 我们 要让基督徒 不单单是得救 而且要好好读 启示录第二章 第三章 耶稣要求什么 得胜 你发现 耶稣在师父印里面 不讲得胜 因为怕 又掉进了犹太教的律法主义 行为主义 只讲信 只讲信 啊 天国听了 你们有悔改 信 是吧 福音 讲信 但是到了 这个启示录 第二章第三章 他对信徒教会所讲的重点呢 不讲信 福音 讲什么 得胜 讲行为 看到了吗 所以 所以 一定要让弟兄姐妹看到 不单单要读 约翰福音 信耶稣 还要好好读 启示录 作得圣者 你们 所以 为什么 这个启示录那么重要 要第六个特点 刚才一开始已经讲过了 神的宝座 冠圈整本的启示录 让我们看到 主的掌权 大水泛滥 他仍然作王 特别最重要的 在二十二章 最后提到这个宝座 跟你跟我有关系 我们通关了启示录二十二章 不是单单看耶稣神的宝座 这个宝座 跟你我有份 二十二章 我们一同来读这个 第三节 第三节 我们只读后面 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然后 到第五节 一同来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什么 做王 直到永远 这个他们是谁啊 是我们 被提的得胜者 我们要做王 有份于这个宝座 所以在启示录第三章 耶稣的应许 老底加的教会 我们先看看这个应许 启示录第三章 双生一节 看到这个得胜的应许是什么 祝福 一同来 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十周讲到神的宝座 神的宝座 最荣耀的知道了二手维章 这个宝座与你有关系 好 创造天地 但是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 我们翻开二十一章第一节 让我们看到神 创造新天新地 预备新天新地 才是神最终最荣耀的目的 所以撒旦没有得胜了神 他的破坏其实没有得胜 反而神更透过他的破坏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罪了新天新地 我们一同来看二十一章第一节 一同来 所以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还有不再有了 这才是神最荣耀的一个信仪 幕后新天新地的预备 创世纪日月发光来光照 但是在二十一章二十三节 我们刚才也 我们先看二十一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同来读 哪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为有神的什么 荣光光照 又有高阳为城的灯 神自己成为我们荣耀的光照 我们真的可以行在神的光中的一见光 不是自然的恩典 是神本身自己的荣光 要领到我们 然后 然后 创世纪 讲到第一位亚当的婚姻 神用 他身上的肋骨 创造了效果 为什么要用他身上的肋骨 要在他身上动一个手术 亚当有没有流血 流血 神给他止血 因为是要把他的肋骨抽一根出来 为什么神就那么麻烦 要给他动个手术 让他流血 把他的肋骨抽出来 创造了效果 二人成为一弟 成就了这个伊甸园的婚姻 为什么那么麻烦 因为这个手术跟肋骨是预表谁啊 耶稣基督的肋骨被刺流血 带出了教会 因为基督心腹 看到了吗 所以从创世纪的时候 神就已经透过这个婚姻 女人的被照 预表了 耶稣基督跟教会的荣耀的婚取 这个荣耀的婚取 荣耀的婚姻 在天上高粱的婚姻 透过幕后的亚当 耶稣基督成就了 所以神的最终的心意 不是单单地上的婚姻 其实用地上的婚姻预备 将来我们在天上 与耶稣基督荣耀的婚取 才是最终神的心意 看到了吗 所以今天我们 不是单单只追求地上的婚姻 地上的福乐 我们要追求 不是单单得救得永生 真正那个荣耀的盼望 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 我们战略牧养教会 一定要把这个荣耀的盼望 爱耶稣 成为基督聪明的同女 成为祂增结的同女 成为祂的心腹 单单地爱耶稣 才是我们教会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 你们 不是只是得到耶稣的医治 那个是小学 只是引导祂入门 知道耶稣是真的 你单单停留在医治 不爱耶稣 只是栽培了一群要得医治 得好处 吃饼得饱的信徒 当面对起哄的时候 喊定耶稣死下的 是同一群群众 都是当面吃饼得饱的 所以我们要看到 最终的 荣耀的 这个盼望跟追求 让我们 经历 羔羊的婚宴 要透过 耶稣基督摸过的亚当 得到这个 荣耀的婚娶 然后在二十一章第二节 就介绍到神的最荣耀的 这个心腹跟居所的信义 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一章第二节 你看到吗 一同来 我又看见信臣信而生了 由神哪里重复而降 预备好了 做出心腹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 第九节 怎么来描写这个新耶路撒冷 拿着七个金环 成满末后七在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我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 谁给你看 这个心腹是谁啊 新耶路撒冷神城 被称为幸福 因为是心腹才有这种资格住进去 里面有宝座 有圣灵树 有圣灵核 在启示录让我们看到神最终的心意 所以不是单单在伊甸园里面 不是单单在伊甸园里面 第一个的婚姻 夏娃的被造 从肋旁流血 肋骨 而造出下王 神要透过这个伊甸园里面 第一个婚姻 来预表我们与基督的婚渠 更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 进入羔羊的这个婚宴 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 第四 在创世纪压我们看到 人被逐出伊甸园 与生命树隔绝 记得吗 神甚至差派天使 阻挡免得他们进去 什么 得着圣命树 但是到了二十二章第二节 在新城里面 得圣的基督徒享受什么 圣命树 二十二章第二节 我们来看第二节 二十二章第二节 在河这边 云那边有圣命树 结十二样的果子 每一个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 乃至一致万民 所以这个一致 其实是指到更新复兴 我们能够享受圣命树 这是一个预表的说法 这个圣命树 其实指到耶稣基督 荣耀的灵在 中世纪 要我们看到罪带来咒诅 人与神的隔绝 人与人的隔绝 但是在启示录看到 再没有咒诅 神的荣耀 神的荣光 充满着这个新天性地 我们看二十二章第三节 以后再没有咒诅 再感谢神 再没有任何罪的咒诅 任何的审判 任何的定罪 没有咒诅 没有分开 我们永远的 在新耶路撒冷里面 享受这个信仰 生命树 荣耀的同在 还有生命和圣灵荣耀的教会 更是与耶稣基督天父 同坐宝座 好所以看到神 对整个的救赎计划 创造救赎的计划 从创世纪一路进到 启示录 神的意念 神如何定义 就如何成就 我们的神 没有在 《创世纪》第三章 被撒冷打败 你们 神没有在打盾 好像不知道 这个蛇的引诱 使到人类堕落 神知道 但是神也准许透过这样的事情 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把祂更荣耀的信意 透过默默的亚当成就 不是只是一个原来的地球 来自新天新地 来自整个的基业 整个的宇宙 让我们来管 所以神的丰富 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向 是我们心里未曾想过 眼睛也未曾看过的 你总明白 为什么保禄会讲这句话 真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 超过所求所向 几千几万倍 所以今天我们绝对 不要把基教的真理跟信仰 变成一个地上的宗教 只是好像灵不灵 求生拜佛 得地上的好处 祝福 那个真的是太简单了 今天不信耶稣的人 也会得到地上的丰富的 只要你努力 这个自然律是会成就的 王永信不信耶稣 但是他努力 他也成为台湾的首富 因为神也尊重自然律 你只要好好努力 你只要看到王永信 他成功的例子 王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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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部分人是他女儿 王雪红是基督徒 感谢神 尊重就是他赞助的 五千万 对 你是哪里 深圳的尊重是他赞助的 我知道他帮助GooTV 帮助在台湾一些教会 包括我们在湾区的一些教会 都曾经受过他的帮助 所以很感谢神 好我们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 我们就进到启示录第一章的 意思解经跟原文的宋灵 那 我们刚才读了启示录的第一章的一部分 我们就从 这个第四节 我们看看这个荧幕 PowerPoint 我们就从 这个 第四节 看到吗 第四节 《约翰写信》 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 《约翰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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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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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基督的启示就是神示给他 叫他照顾不要坏神的试炼 祂是祂的众徒人 祂就差遣使者 效益祂的众徒人 约翰 约翰并将神的道 和耶穌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好 那首先注意看看我们的讲义 第一句话耶穌基督的启示 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么我们解释这句话之前呢 我们顺便先把这个拔墨海岛看一看 看到这个拔墨海岛了吗 这个就是拔墨海岛 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就在你看到在这个小亚西亚的七教会 最西边的以夫所教会 在西边外面的外道 看到吗 那么这个图会更清楚一点 然后这个图就更清楚了 看到吗 Ephesus 以夫所 西边 这是拔墨海岛 所以很妙的 他被 放 离开拔墨海岛之后 他就回到以夫所 不养 最后是在以夫所教会寻到的 这个神的实质 刚才显现 这个就是实在的拔墨海岛 其实是蛮荒芙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在这个海岛的中间呢 这些都很荒芙的 你就感觉到当年 老约翰在这个荒芙的海岛的生活 真的是夏天热要死 冬天冷了要死 因为这个海岛其实不大 只有十六方英米 十六方英米 很小这个岛 但是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老约翰领受神奇事的地方 所以呢 在中间现在盖了好多的修道院 好多的基督徒 天主教徒 都躲在那边 祷告 要领受人的启示 觉得这是个很值得纪念的地方 就是当年 老约翰在这个地方 领受启示 写下启示录 你看看 这些都是修道院来的 这些都是修道院 还有美的修道院 现在还有修道院 就是有那是现在的图法 现在的图法 它有属于哪个国家的 不同国家都有啊 要去研究 这个海岛 属于哪个国家 这个海岛 应该 要研究一下 我就忘了去查一查 你看 这些都是修道院来的 上面 这些都是修道院 你看 都是修道院 但除了这些修道院之外 是一个很荒芜的海岛 也有这些教堂 我们来看看 他们也在这个海岛里面呢 举行婚礼的 很漂亮 是很热闹的 好像是东正教的势力 比较多 在这个海岛 东正教 所以我们要看 刚才所读的 第一 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 刚才已经解释了 启示就是神 要把这个隐藏的事情 要打开 让我们看见 那么 耶稣基督的启示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那么 注意 原文是用所有歌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字 所以你就明白 为什么很多的 Christmas display 说 Xmas 不是 对耶稣大不敬 用一个 代数的 X 来代表他 不是 不是 其实这个是希腊文 Christos 是这个字的 头一个字的简写 基督的名字 Christos 你懂得读 Christos Christos 头一个字母就是X 所以 这个X代表 基督 Christos 懂吗 不是一个 一个代数 把个X放上去 好像对耶稣大不敬 不是 不要误会 这是Christos 所有格 是Christos 翻成英文就是 off 看到吗 这个off 达了线 所有格 那记住 所有格的解释 其实有两个的 第一 可以 把这个受词 耶稣基督呢 变成是一个 object 所以变成是 Vervation 2 所以耶稣是object 2 所以耶稣是object 2 About Jesus Christ 官服耶稣基督的起誓 也是第一个解释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官服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起誓 耶稣基督教会的起誓 耶稣基督审判的起誓 耶稣基督信父的起誓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要把这个起誓 给他的死者 死者给老约翰 老约翰写下来给他的众死者 所以看到这个起誓的源头跟来源 第二 要非常小心 神是给他的 假如我们单单只读一句话 就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 好像父神比较大 看到吗 不但是父神把起誓 赐给耶稣基督 包括马太福音28章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什么 赐给我 父神赐给我 所以很多这些经文 都会让人感觉好像耶稣是赐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异端 不承认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 就是假如你单单片面读这个是 这个字 因为是一定是更高的天赋 才赐下来 所以耶稣就好像赐的 但是 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 包括 门徒们耶稣 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 耶稣怎么回答说 只有父知道 连此也不知道 甚至在约翰福音 耶稣说 父比我大 所以这些经文都要很小心地处理 这些经文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 因为他 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 反倒虚取了仆人的样式 他道成肉身 将被 这个肉身是永远的肉身 所以 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永远站在一个神 人的身份 他不但是神 也是人 他永远是一个God man的身份 不再是单单单纯的 他永远是一个神 他永远是一个神 百分之百的神 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性 他站在一个虚极谦卑的地位 为了代表我们 好让我们成为他的身体 他永远是我们的头 所以当你读余福所书第一章 他是为了教会成为万有之手 看到这个原文吗 为 for you 他成为万有之手 他本来就是万有之手 懂吗 万有 都是借着他造的 你好好去读余福第一章 对不对 他就有道 道就是神 懂吗 但是他为什么要从父神那边领受权柄 要做万有之手 是为了我们 这个教会成为 因为为了我们 他领受的这个权柄 他作为这个荣耀教会 身体的头 头得罪了这个荣耀 得罪了这个权柄 好让这个权柄 可以归到肢底 归到你的肢底 否则你配做王 难道没有 没有 是因为耶稣基督 他为了教会 做万有之手 他领受了一切的权柄 头领受的这个尊勇 归到肢底 归到我们身上 头的意 他成为我们的贵手 他的权柄 成为我们的权柄 不是耶稣 他说原来没有这个权柄 要天父赐给他 那一次他原来有 但是他现在 站在一个神人的地位 站在一个教会头的地位 为了我们领受 父神所施的 所以他领受了 父神所施的启示 才能把这个启示 怎么 给我们 他领受了这个权柄 才能够把这个权柄 什么 给我们 所以 当我们读这经文 父神示给他 他来自站在一个神人 教会 之手的地位 去 为我们去领受 看懂了吗 都是他原来没有 来自 他永远 作为一个神人 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 对父神的顺服 我们在基督里面 也永远的顺服 父神 好 所以解释第一个重点 主永远为什么 God man 看到吗 God man 他站在神人的地位 来领受父神所施的 权柄跟启示 第二 我们来读第二节 我们特别的注意 这个证明出来的句话 是什么意思 第二节很重要 一同来 约翰遍章神的道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 都证明出来 把这个证明这个字 画起来 你知道什么叫证明吗 有些英文圣经 翻到 Bear witness 其实证明这个字 在希腊文是 Matureo 我们可以读一下 这个翻成英文的 大家有意读 Matureo 希腊文是 Matureo 你发现这个字的 字根 字根Mater 是同一个字根 跟寻道者是同一个字根 所以你就明白 当耶稣在十字心中 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为我做见证 这个见证 这个字根 也是什么 Matureo 你需要用你的生命 甚至寻道 为耶稣做见证的 所以为什么初代的教会 包括十位使徒 每一位都是寻道 大部分都是寻道 你今天真的要做耶稣的门徒 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的预备 甚至我愿意为主寻道 要有这种精神 就是耶稣所说的 真正的门徒 要爱我 胜过父母 妻子儿女 甚至自己的性命 第一 就是寻道者的要求 你有这种心的预备 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 因为你连死亡都不怕了 生命都不要了 你还会贪害世界吗 懂吗 你绝对会得胜一切 任何的逼迫 任何的苦难 要宅你的头 我都不怕 懂吗 所以保罗在罗马寻道 我去罗马去看 这个弟兄姐妹 带我去看保罗寻道的地方 他就解释 当年保罗被砍头的时候 把那个大刀 砰 也打下来 他的头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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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了三个地方 他说后来长了三个树 这些都是传说了 但是最早让我们 看到保罗是真的是爱主 甚至真的舍命 他 真正你要成为耶稣 有能力的见证人 你需要有这个寻道者的精神 懂吗 你不要为主多走一步 多走一里路 都觉得受不了了 你命都要摆上 懂吗 你看看今天很多外邦人 他们成功 他们是拼命的 一天做工作 十几个小时的 硅谷的这些发明 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是 每天就是埋在公司 十几个小时 在那边研究 在那边拼命 所以 硅谷的这些发明 无论是Facebook也好 各样Twitter也好 网络也好 很多人在发明 其实他们都是拼命的 我们基督徒 耶稣说 你要为耶稣做见证 你要拼命 以生命 以寻道的精神 为耶稣做见证 所以难怪特徒良说 寻道者的每一滴血 都是什么 教会的种子 这个寻道带出来的那种的 生命的能力跟震撼 美的血 就是教会的种子 所以真的出来的教会 多少的基督徒为主寻道 我们中国 多少的基督徒为主寻道 在这个 一和团制乱里面 多少的算教士为主寻道 他们的血 不会满留的 所以今天 中国教会的福星 绝对是有许多的寻道者 付了代价的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 享受那个福分 我们只要有 百分之一的寻道的精神 就够了 你们最怕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懂吗 只是为自己活 啊 抑制我啦 能够得成功啦 孩子能够成功啦 要得这个福分 对那个福分 一个自私的解脱 百分之一寻道的精神都没有 欧美的教会 就是完全失落 没有寻道的精神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到 老约翰为什么能够把神的道 见证出来 证明出来 他真的是以生命 以寻道来见证 第六节 我们要注意第六节 这个神的救恩 我们先读这个第五节好了 因为都有关联的 从第五节的后面 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我们来读的 他爱我们 看到吗 这个经文 用智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做他父神的祭司 注意哦 神救赎的目的 第一看到什么 不是单单罪恶赦免 更是要什么 脱离罪恶 所以这个得圣成圣的真理 到了第二章 第三章就讲得更清楚了 不是单单他爱我们 为我们舍命 要我们罪恶得到赦免 更是要什么 脱离罪恶 能够洁净自己 成为圣节 成为一个得圣圣节的圣徒 而且后面一句话讲得更重要 要使我们成为什么 国民 这个国民和本翻得不准确 原来是 这是Layer 是要成为一个国度啊 这个国度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又翻到 初爱奇记十九章 就看得更清楚 神要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成为他的国度 表示说 要在我们当中要掌权 所以为什么 神的国在我们心里面 神要掌权 不是 你信的耶稣 还是你在掌权 利用神 成就你的心愿 我们翻到初爱奇记十九章 同样的 神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单单 只是为了祝福他们 神要得这个国度 十九章 第六节 看到吗 一种来 你们要为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节的国民 这这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其实这个国民 就是上面所讲的国度 神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圣节祭司的国度 让神在他们当中什么 掌权 神爱我们 用他的血救我们 脱离罪恶 成为一个国度 神掌权 这个才是救恩最重要的目的 神要得罪我们 成为他的国度 然后 我们每次祷告都讲到 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看到吗 究竟这个阿门是什么意思 在第六节的后面 这也是老约翰的一个祷告阿门 阿门是什么意思 是从希腊文 Amen 这个字 同样的读音 Amen 这个希腊文 Amen 是什么意思 是指到实实在在 Truly 就是耶稣常常用这个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其实这个实在 在原文是Amen Amen 耶稣说Amen Amen Truly truly I told you 是这个意思的 实实在在 同时也是表示 我们所祷告的 所祈求的 是实实在在的 是真实的 是是的 用这个最后的话 来回应 我们所祷告的 是我们 诚心所愿的 所求的 是真正实实的 实实在在的 所以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祷告 不是只是在练一个 祷告词 那是真的把你 心里面所愿所求的 很真实的 表达在神的面前 是用心灵诚实 敬拜祷告的 所以Amen 只是提醒我们 我们所祈求的是 成成实实实 成心所愿 到了第七节 重要的解释 就是究竟 这些事情 耶稣基督 在第七节 描写祂降临 谁看到祂呢 我们也懂得看 第七节 看啊 祂驾云降临 中目要看见祂 连吃祂的人 也要看见祂 地上的万族也要哀哭 注意了 这个降临 是指到降临在天空呢 还是降临在地上 先搞清楚这个 降临在哪里 地上 因为重目要看见祂 看到吗 空中重目看不见祂的 只有得胜的 预备好的就被提 一群人失重了 地上的人搞不清楚 怎么突然间有一群人不见 结果的降临是指到 耶稣基督降临在赶南山 拯救被敌基督所逼迫的 以色列人 这个重目 其实是特别是知道谁的重目 以色列人 敌基督逼迫以色列人到无路可走 耶稣降临在赶南山 用祂口中的气灭绝敌基督 拯救了圣余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都要看到耶稣基督的降临跟拯救 所以以色列传家都归向主 以色列传家都得救 所以我们搞清楚这个重目是谁 所以就指到其实下面说连刺祂的人 很多人以为这个刺祂的人是指到罗马兵兵 不是 他不信主怎么可能会看到主了 他要到了白色大宝座 不信主的人才服我 大家看到耶稣 我们这里的合合本翻译翻错了 我查了很久这个原文这个字 这个字其实应该是翻着 Kill 杀他的人啊 真正杀他的人是谁啊 是以色列人啊 你可以看一个经文在约翰飞斯九章 我们来读这个power point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经上有一句话说 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他们是谁啊 直到以色列人啊 以色列人杀耶稣 只是透过罗马兵兵的手 懂吗 所以这个经文应该发现说 连刺祂的人是Kill 杀他的人是直到中目以色列人 人要看见他 因为他降临在感恩上 要以色列人看见 搞清楚这个解经啊 否则你解不痛的 怎么这个罗马兵兵 吃他的罗马兵兵 他不信耶稣的怎么会复活呢 不是 真正在灾中寻到的 头一次福和信耶稣的人 是有福的 但是不是这个罗马兵兵 但因为当我们一想到这个刺 就想到罗马兵兵 我们何本犯错了 原文应该是 连杀他的人 就是像约翰福音 十九章所说的 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炸的人 所以搞清楚啊 否则就解不通了 阿拉法跟奥密加 我们马上学希腊文 就是这个二十四个字母的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阿拉法跟奥密加 意思是说我们的神是 是创始的 也是承重的 过后的 第十节 最重要主日 在整本信耶圣经里面 很感谢神啊 你在罗马书 《十五行传》 《格林多前后书》 只会讲到七日的第一日 懂吗 但是主日的这个的肯定呢 只有在这里 而且耶稣在主日 向老约翰写一下 为什么要守主日 有这个日子 你看这里 把这个主日分别为圣出来了 是主的日子 是属于主的日子 那为什么要守主日 那么 我们可能要到 下一堂课 再发一点时间来讲 因为只剩下几分钟 但是呢 我们现在 可以发一点点时间 来讲这个 启示的传承啊 因为你注意 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节 这个启示 从耶稣基督而来 父神施给主耶稣 然后主耶稣施给谁啊 他就拆开什么 死者 主耶稣把这个启示 透过这个死者 天使 小于给谁啊 约翰 约翰 在指示他的什么 众仆人 你看到这个启示 真理的传承 道统 父耶稣基督 天使 约翰到众仆人 意思就是说 今天 我们要得到真理的启示 不是 你单单个人 在那边读圣经 就可以得到这个真理的启示 你发现 神是要透过 先要道统仆人 透过约翰 约翰 传承给众仆人 众仆人 再传承给我们 所以 你要领受 明白圣经真理的启示 一定要透过神的众仆人 过去在这两千年的道统里面 他们 从神能备领受了 然后再传给我们 绝对不是靠自己闭门造居 自己读圣经 我只需要圣灵引导 我进入一切的真理 我告诉你 对 需要圣灵引导 同时也需要透过神的众仆人 这个道统的一个正统的传承 否则你自己单单说 我靠圣灵 但是假如没有这个道统的印证 你很容易 不是圣灵引导 是你自己的想法 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闪电从东方发出 我就是东方闪电 然后读出重喜派 假如你信了耶稣犯着跌倒 你要重新得救 你需要痛哭三天 证明你真的悔改了 你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 很多这些人的想法 单单自己去读圣经 就会读出偏差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的道统 耶稣基督的启示 是给死者 是给约翰 约翰是给众仆人 所以你就看到 神透过过去两千年的历史 他的众仆人向我们说 特徒良 奥古斯丁 把三维一体的真理 透过圣经把它开启 假如你自己单单去读读读读 绝对读不出三维一体的真理 懂吗 神透过他 把这个启示传承下来 透过奥尼根 让我们看到内在生活 熟灵的五官 有熟灵的眼睛 熟灵的鼻子 在灵里面可以看到耶稣 与耶稣的交通 看到 从圣经里面看到 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跟人性 所以耶稣不是吃等神 对付了当时亚流派的异端 不承认耶稣完全的神性 与父神神性的平等 神透过也有米 高举了圣经的权威 不接受吃惊 透过 这个神的拣选 信徒皆祭司 直接的跟神认罪祷告 不需要透过教会的神父 可以认罪 神透过教会 要我们看到推论的真理 看到教会体制的真理 透过会众选举这个长老 是教会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开始 透过约翰卫世理 在十八世纪 把这个全人成圣 的真理高举起来 我们上两个礼拜 讲到神透过打笔 也是在十九世纪 把末世论 约翰卫世的真理高举起来 在二十世纪初 神透过Charles Barham Williamson Moore 把圣灵充满 圣灵恩赐的真理 高举起来 在近代 神透过Peter Fender 你知道Peter Fender 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吗 把五重执事的真理 开启起来 不但是有使徒 也有先知 牧师传福音的教师 五重执事的并重 所以让我们看到 我们绝对不能单单说 我就是依靠神 我就自己关上门来 把圣经读一百遍 你知道有一次 有一个基督徒来到华神 就挑战林道亮 他说 你们拜神学院 都是学神学 我根本不需要 我把圣经读了一百遍了 我就是依靠神来读圣经 结果宁愿找到训他一顿 假如你只是靠自己读圣经 不领受这个两千名神的众扑人 真理的道童跟歧视 肯定你可以读到异端 读到偏差 很多的异端就是要读出来的 对不起包括周靖海牧师 那么爱出最有内在生活的一个前辈 我当年要请他来神学院 讲退休会 就是因为看到他的内在生活的追求 但是他一来讲道 我吓到了 他就在我们的讲台里面说 我们的神在不同的时代 穿上三个不同的uniform 以三个的制服外衣向我们彰显 旧约是天父 新约是耶稣基督 现在是圣灵 都是同一位神 我一听到我吓到了 他不相信三个一体 他只相信三名一位 三个不同的名字称呼 其实都是同一个神 他所谓同一个神 他在他的书里面 我后来最终他所写的书 我吓到了 他说耶稣是天父的法神 你听懂他这句话吗 不是三个独立的位格 是只有一个位格 神只有一位 把他把这个 和尔文翻译的一位 他变成是一个位格 其实我们和尔文翻的不准确 原文是 God is one 但是我们和尔文 把这个一位 这个位置翻翻翻 翻进去 假如你不懂原文 不懂这个神学的道统 你当然读这些经文 人不比我大 至于此类 这会很容易偏差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千倍的回到 这个两千年起世的道统 你发现马丁路德能够改教成功 也不是他本人的聪明 乃是他回到奥古斯丁的道统 看到这个神的拣选跟诚意 他也读到威克领夫 其实威克领夫早在他两百年前 已经讲到这个音信圣义了 需要在这个源头神的众仆人那边 领受祭祀 所以对我们自己读圣经很重要 但是更需要领受这个神在 这个教会历史里面 这两千年众仆人所领受的 所高举的 所得到的这个启示的重点跟亮光 不同的时代 都让我们看到一些不同的重点 包括近代 看到这个圣灵充满的圣灵 圣灵恩赐的圣灵 这是过去所忽略的 所以要回归到圣经里面 这些重要的圣灵 好 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 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 Hallelujah